想播一條短片給大家看一看 不過要解阻話言才可以播 因為這條片是用法文講的 不是我懂法文,因為它有英文字幕 大家都聽過Duff多芬這個品牌 出品簡易、洗頭水、護膚用品的公司 近年她很自力推廣一個很健康正面的女性形象 這條短片其實只是一個兩分鐘 是一個實驗 Duff就請了一班女士 記錄下她們每一天 跟自己講一些關於不滿自己的說話 叫她們每一句都寫在她們的筆記上面 然後就問她們借了筆記來 交給兩個演員 就叫這兩個演員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在一個咖啡室裏面 拿著筆記 一個演員對著第二個演員講 那些筆記的內容 Duff就請了那幫寫這些筆記的女士 即是那些原著 來到這個咖啡室 在一個不知情的情況裏面 就安排她們坐在這兩個演員旁 她不認識演員 不知道那個是演員 她就坐在這個演員旁 這個演員就用回她說的那些說話 跟對方說話 她就不小心聽到這兩個人 在旁邊說一些很熟口熟面的說話 然後就拍下當場這些女士的反應 我想請大家看一看這條片 這個是一個演員 她現在在這裏演戲 她就跟她的同伴說回 那些筆記裏面的說話 你看你很胖 早點發生什麼事 就是叫人寫筆記 就是在這裏演員 在每個時候 我會想在我的體肌 每天晚上10時 我都覺得很醜 很醜 有兩隻牙齒在這裡 像老鼠一樣 我會嘮嘮 好 那現在把筆記給了這兩個演員 我不是認識這個演員 這位演員 那是可惡 不得了 一大肌肉 一大肌肉 那是可惡 一大肌肉 你沒了嗎 然後就叫女士 來到咖啡室 這裡 好了 這樣就來了 你很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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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很瘋 你很瘋 你這麼瘋 你很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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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看得上一遍 就說到隔壁桌的人都不值得了 這個影片給我一個很大的震撼 原來當我們聽回我們自己每一天跟自己說些什麼的時候 是很難受的 It's horrible 你很肥 你的屁股很大 你上身很豐滿,但你下身很短 你穿衣不好看 你嘴唇太厚,你手臂太粗 你兩隻牙凸了出來,好像老鼠一樣 我雖然不是女人 但我看完影片之後,我都覺得很不安樂 我不安樂了整晚 因為當中我想有多少可能是我的女兒 我太太每天跟自己說的話 影片到結尾的時候問了一條問題 他說 If it's not acceptable to say it to someone else Why say it to ourselves 如果我們接受不了向別人說這些這麼刻薄的說話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要跟自己這麼說呢 是,沒錯,我知道 但每一天我們就是不斷地去黑薄自己 批評自己,討厭自己 再想下去 其實,樣子漂亮不漂亮 身材好不好 體重過不過膀 皮膚還不滑 頭髮油不油順 身體有沒有哪個部位很難看 只不過是我們每天對自己說 批評我們自己的其中一部分 其他的說話包括 我不夠好 I'm not good enough 我沒有我姐姐這麼好人緣 我沒有我妹妹這麼聰明 我沒有我上司這麼決斷 我甚至沒有我下屬這麼能幹 我經常都覺得自己很蠢 我想事情很慢 我反應被別人遲鈍 什麼都幫不了 當家裡有事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我只懂得哭 都不止 除了說我們沒用之外 我們還埋怨 我們自己不完全 I'm not complete 我裡面很空虛 我很想有個男朋友 為什麼May比我更醜樣 但是她這麼多男生喜歡的呢 其實Susan跟我一樣這麼目睹 只不過她的樣子生得漂亮些 所以就有男生追 大家都是同屆同學 Lisa已經結婚了 Becky兒也生了 都不止 除了埋怨我們生命不完全之外 我們還很清楚自己 其實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I'm not worthy 媽媽很小就已經跟我說了 本來是沒有想過生你的 我幾乎下來了 幸好牧師一句說話救回來 我們老早就知道 其實自己只不過是一個意外 是不是 三子弟當中 我是最可有可無的那個 有好處當然被弟弟搶了 有功一定是姐姐漂亮了 打就打姐姐 石當然是石弟弟 我從來都是可有可無 我在家裡是透明的 我想在我牧羊這十年裡 其中一樣最令到我心痛的 就是聽到很多的姊妹 她們分享她們經常跟自己說的話 我就發現當人 如果經常都有這種想法的時候 有一些行為表現是很predictable 可以這樣說 比如說 只要有一個男人肯對我好 跟我分享心事 告訴我他愛我 我就會馬上什麼都給他 如果他肯娶我 我會馬上嫁給他 但是 如果有一點點跡象顯示 他不喜歡我 他對我不專一的話 我就會馬上離開他 或者我會做一些事趕走他 寧願是我reject他 好過他reject我 於是 我們的關係 有很多的破碎 我們踩入一個又一個感情的塞難當中 有時甚至會跌入 婚外情裏面成為別人婚姻的第三者 有一些很共通的情節 就是說 很快就會跟男生發生性關係 又或者慢慢會發展到逢子成婚 甚至我見過是需要墮胎 其中大部分的原因 不是因為我們水性陽花 不是因為我們野性 貪玩兼且無路 大部分的情況 是我們每一天 在我們裏面轟炸我們 批判我們 要毀滅我們自己的聲音 你不夠好 你不漂亮 你很多缺陷 你沒有存在價值 你不聰明 你沒有用 你是一個意外 不會有人喜歡你 但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又記得 創世紀裏面 神做男做女的時候 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好 OK 神看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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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非常好 不是他做完男人之後 他覺得非常好 神覺得 如果只有這個男人 其實是不太好 於是他專門做一個女人出來 而是他做完這個女人之後 神就說 Now it is very good 一切都很好 女人是上帝完成 这个创造的时候 最后一件的心血结症 《创世记》第二章 接着就说 那时夫妻二人 男人女人 赤身老体 彼此都不觉得羞愧 夏娃不用化妆 夏娃不用整天查 哪个部位太大 哪个部位太小 自己手瓜是不是太粗 大腿是不是太肥 眼睛有没有凸出来 额头有没有皱纹 她就是做原来最漂亮的那个她 There was no shame 每天夏娃不会自己批评自己 自己控诉自己 自己毁灭自己 当我们最初被创造的时候 那个是我们最完美的状态 No shame Just beauty 神看者一切都很好 All is very good 那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等会完崇拜之后 姐妹就来跟我说 当然了 牧师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比较 只得夏娃一个 当然是好 你比我做夏娃 我都觉得很开心 全世界 只有你一个女人 多矜贵 阿当可以怎么样 手臂太粗 那你不要拖我一笨 乖就怪上帝叫我们生阳众多 还要是女人生 乖就怪上帝叫我们生女 乖就怪上帝带那么多好的女人来这个世界 如果上帝真的要做那么多好的女人的话 为什么他要做我 你明白吗 如果我们转牛角尖的时候 我们的思想就会越来越扭曲 越来越倾向 自我毁灭 问题是不是在上帝里呢 还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pick up了太多 我们相信了太多的方话 Lies 你笨 你不够漂亮 你兼且没用 你是一个意外 没人喜欢你 说真的那句你自己都猜到 虽然妈妈没说 但是她真心想要的那个是弟弟 不是你 Lies 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容许这些方话 占据了我们的思想 支配我们的内心世界 操纵我们每一天怎么生活 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 Lies 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转移去相信别人宣告我们是谁 我们宁愿相信我们等候我们的知己良朋友 我们的姨妈姑姐一起去表决我们是谁 我们遗忘了原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真正的女人是怎么样 我们宁愿每一天 每一天就是收集很多的 从周围的文化 Facebook YouTube 传媒 雜誌 电影 在很多Photoshop Paintbrush之后的 无特意的身上 我们收集很多 我们收集很多 社交平台 塞给我们的垃圾 这些真是垃圾 告诉我们 其实你还没得 你要有这个look 那就叫得了 你要有这样的身材 那就叫好了 你要有这样的体重 就是标准了 喂 你的good friend 他的friend多过你 那你自己检讨一下 别人like他 他不like你 那是不是你有些问题 喂 你的Instagram 没有人follow 到底是你的样子 还是你的人有问题 搞搞他 我们每一天 就是给我们身边的文化 给这些社交的网络 去define undefine and then redefine 我们是哪个 当然背后操纵住的 其实是一副 非常之庞大 金额是数以百亿元计的 女性形象 推销机器在运作 你想想化妆品的市场的总值 你就知道 你看看健康食品 签体美容 整容手术 皮鞋手袋 时装设计 市场的总额 数以千亿元计 你就知道 他们绝对 有很多很多很多 事情想跟你说 很想告诉你 怎样才叫做 一个漂亮的女人 好的女人 人见人爱的女人 他越是convince到你 你现在未得的话 他就越好生意 但假如一天 你停下来问一下 到底真正的女人 应该是怎样的呢 到底美丽的定义是什么呢 到底怎样才能够可以 回到那种 naked not ashamed 赤裸 但在神面前 一点都不羞愧的状态呢 完美女主角 就是想问这条问题 今早早第一堂 我想跟大家打开圣经 回到新约的义法所书 我觉得这一段是整个系列 一个很定调的一段经文 在传媒文化 还没有机会 告诉我们 美丽是什么 之前 在我们的亲朋戚友 还没有机会 用说话去塑造我们 要怎样behave 之前 最纯真 最可爱 最真实的我们 是怎样的 虽然呢 以乎所书呢 是写给所有人看 但我觉得尤其是 这一段呢 是适用在 今日的女性 的身上 以乎所书第一章 第三节 保罗说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是应当清众的 天上的父神 是应当配受 敬拜赞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基督里 曾经把天上 各样的属灵福分 都赐给我们 He has blessed us in Christ With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in the heavenly place Every spiritual blessing 就是说 每一样都给了你 没有一样东西 上帝是留不给你的 这些属灵的福分 是说什么呢 保罗在跟着 那十一节圣经里面 一连气数了 五六样东西 是天父给了我们的福气 那么今早早 我会跟大家讲 其中的两样 不过就只是这两样 就足以去改变 我们的生命 在第一章 第四节 保罗开始数 第一样天父 给了我们的福气 他说 就如创立世界以前 他在基督里 简损了我们 使我们恩着爱 在他面前成为圣结 没有瑕疵 然后一直说下去 这句是一句 都挺长的句子 通常我们读圣经 睬下眼就掃了过去 但今早早 我想用多一点点的时间 帮你 认真一下 这句话 说什么 他拥损了我们 神拥损了我们 他拥损了我们 他拥损了我们 子妹 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被拥损 如果你整天都没有被人拥过 那种落损的心情 你是很熟悉的 不过如果你很有福 你整世 你每次都被人选择 反而你很难 体会到这句说话的震撼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小时候 做话剧 要选角的嘛 有人被选上做主角 有人被选上做女配角 有小朋友会做小白兔 有小朋友会做小花猫 不过不知为什么 肯定每一次都分配给你做一棵树 或者叫你扮一棵石头 不过也不用怎么扮 如果你试过的话 你会很珍惜这句说话 He chose you 他拥损了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再是被忽视那一个 你不再是被遗忘那一个 你不再是透明那一个 你不再是可有可无那一个 掌又不轮到你拿 佛又不会打到你 你不再是整日 躲在衣柜里面那一个 你不会是同伴墙聊天那一个 姐妹 你明不明白 什么叫被选择 是谁选你呢 是谁选你呢 不是爸爸 不是妈妈 不是你老板 甚至不是你丈夫 而是他 天上面的父神选择了你 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 比一切都更大 那位选择了你 是那位无比富裕 满有能力 那位选择了你 你明不明白 什么叫被选择 他什么时候选择了你呢 是在你很成功的时候选择你呢 是在你拿到全国冠军 拿到最佳营业销售的时候选择你呢 是不是你最美丽动人 最身材销售的时候选择你呢 是你 你小时候呢 因为你聪明伶俐 你读书考第一 所以选择你呢 还是 想起来可能是你 出生的时候 你人见人爱 所以选择你呢 还是再早一点 当父母在他怀孕的时候 他计算好一些时辰八字 帮你改好名字 于是选择你呢 When 是什么时候选择你呢 It was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在还未有天地之前 这个宇宙还未存在之前 我们很喜欢被选择 因为我们很喜欢被选择的原因 因为我的样子漂亮 所以我被选择 因为我有财干 所以我被选择 阿嬷喜欢我哄得她开心 所以我被选择 男朋友喜欢我温柔体贴 我唱歌又唱得好听 所以她选择我 我们喜欢被选择 因为我们喜欢被选择的原因 对不对 It proves that we are somebody 我再不是可有可无 我再不是没有存在价值那个 We have something 我有一些能力 我有一些财干 我有一张的面孔 被选择证实 我是有一些东西值得给人选择 但你知不知道 什么叫做在创立世界之前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他选择了你 这句说话的意思 正正就是说 你谁都不是的时候 神选择你 当你什么都没有之前 神选择你 当潮流文化 还没灌输 垃圾 进入你的脑袋之前 你已经被选择 当你还没有任何的能力 去做任何的事情 证明你有存在价值之前 你已经被选择 当你还没有时辰八字 当你还没有明智圣事之前 你已经被选择 在你还没存在 在这个世界的无数千禧年之前 你已经存在在天父的心里面 Eugene Peterson就是这样翻译 他说 Long before he laid down earth's foundation God had us in mind 神已经想起你 Had settled on us as the focus of his love 他已经定义要视你为他爱的对象 子妹你明白吗 什么叫做被选择 这句说话继续读下去 保罗说为什么要选择你 是为了想你有一天 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为什么是圣洁 为什么是没有瑕疵 因为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自己 是圣洁 没有瑕疵 换句话来说 神在创立世界 以先选择你 是因为祂想你 在永恒当中 在永恒当中 成为祂儿子耶稣的模样 耶稣是全世界最美丽的人 而当你变得越来越像祂的时候 你自然会变得越来越美丽 这个就是神在创造世界之前 当祂想起你的时候 祂为你所铺陈最美好的心意 和最荣耀的计划 为什么祂要这么做 因为祂爱你 在创世已先 在你还未来到这个世界之前 祂已经爱你 在你地上的父亲还未 说出第一句 伤害你的说话之前 祂已经爱你 在你的初恋情人 还未跟你说分手之前 祂已经爱你 在你的丈夫还未抛弃你之前 祂已经爱你 在你还未被这个社会拒绝之前 祂已经认定了 祂要你 姐妹你听不听到 神今早上跟你说什么 不如我们背了这一节经文 因为这节经文是神跟你说的 下一次当你再刻薄自己 再批评自己 再讨厌自己 我不够好 我很丑样 很多缺点 我没有价值 我没有用 没有人会喜欢我 没有人会要我 当这些炸弹 一个一个不停地扔下来 去轰炸你的时候 我希望你听到 圣灵那句微声的呼唤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 还是你听得太多那些垃圾 你信了那些荒华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天父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 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 揀损了你 在父神一份这么大的爱里面 你可以开始一段更新的旅程 就是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 成为这个宇宙最美丽的模样 And that is the truth Naked, not ashamed 赤裸,但是一点都不羞愧 以福所书第一章第五节 保罗继续讲下去 他说神又按着自己 指以所喜悦的预定 我们借着耶稣得儿女的名分 我想问大家知不知道 预定 Predestinate 是说什么 从创世以先 神就已经预定 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你的生命 不是一个随机的宇宙里面 很偶然地出现 You are not a random event in a series of random events 你不是一个意外 虽然你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意外 甚至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悲剧 But not so in God 神是预定 神预定 神预定什么呢 神预定要将最好的东西给你 即是什么 给你有能力做女强人 给你美貌与智慧并仲 给你嫁到一头好人家 给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可能就是这样 神要将全宇宙最好的福分给你 就是祂要收纳你进入祂的家庭里面 祂要你得到神女儿的名分 即使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要你都好 即使你的父母 不认你都好 神一早就预定祂要你成为祂的女儿 预定你要进入祂的家庭 He pretested us for adoption as sons and daughters through Jesus Christ in accordance with His will and pleasure 新译本就译作 按着自己指以所喜悦的 NIV就很清楚 in accordance with His pleasure and will Pleasure and will 没有人在这个宇宙里面 能够拦阻上帝的心意 如果神的will是要收纳你 成为祂的女儿的时候 你就一定会被收纳 命运不可以拦阻上帝 艰难不可以拦阻上帝 甚至你自己的负面思想 我不够好 我很丑陋 我很污秘 我不配 即使你觉得你自己不配也好 都不可以拦阻上帝 要收纳你成为祂的女儿 再说下去 这个除了一个预定 出于神的will之外 更加是祂的Pleasure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Pleasure 就是说天父收你做祂的女儿的时候 祂是开心的 天父是喜欢的 祂是乐意的 祂是想要你的 即是说在孤儿园里面 一群孤儿园中 祂说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祂想要你 所以祂拣选你 祂命定你 祂收纳你 而天父收纳你的时候 祂面上的神情是快乐的 祂开心的 有些人听到 可能没什么感觉 由小到大 他都人见人爱 个个人都笑续颜开 对不对 But for the rest of us 天父可能是我们一生当中 唯一一个 当他选我们的时候 他是很意义地选 他是充满着期待 他是心甘情愿 甚至他付上最大的代价 要选你 要收纳你 你有没有试过这样被人选 不如我们背这一字圣经 下一次当他再轰炸你的时候 你再埋怨你自己的时候 当你再好讨厌你自己的时候 当你跟你自己说 没有人要我 我是一个意外 没有人会喜欢我的时候 我真的希望你听到圣灵 提醒你 是真的吗 你肯定 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真相 这个真相是神 认定要你做他的女儿 是没有东西可以拦住他 真相就是神 喜悦你做他的女儿 没有东西会让你叫他一声 爹地 爹地我相信你 没有东西会让你这句话 令他更加自豪 更加开心 姐妹这个就是 神的恩典 如果我们愿意去相信 我们愿意去接受 这个是神的拣选 是神的预定 是天父收纳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去靠着一份 这么大的爱的力量 我们进入一段更新的旅程 我们转化成为一个 美丽的女人的时候 当我们转化成为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时候 神的荣耀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 所以保罗说 好使神恩典的荣耀得着重赚 除了感恩 除了赞美 除了用我们的命毫无保留地去回应的时候 其实我们再无事可以回报到神这份恩情 We have nothing 姐妹到底今天 最纯真 最漂亮 最完美的你 是怎样的呢 你会相信别人的评语 你会期待那些知己良朋友 那些姨妈姑姐 去投上你的一票 你会接受社交平台上面 给你的那些留言 你会容许潮流文化 赌个帽给你 这个一定是一个选择 还是你容许潮流文化 你容许潮流文化 你是谁 天父说我选择你 我收纳你 因为我爱你 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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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稳妥地 扣在你和我的关系 这个父女的关系当中 最漂亮的你 就是即将从这个转化过程当中 走出来 脱胎换骨的你 你美与你 因为你像耶稣 耶稣的美 是无可比拟的 这个 也都是 一个选择 到底 你会选择 哪一样呢 到底 你会相信 哪一样呢 它是我的选择 现在我会问自己 在这些年轻人 或年轻人 我们有一个选择 的两路选择 是一个选择 而这两路选择 两路选择 三路选择 是一辈的 很迅速的 还是 正确实 是 这些大幅 这些大幅 然后是 你必须 选择 是 和自分开 的 对方的 如果你发现 和如果它 会响到 你多的 其他人 会 会 最终的 我 我曾经 通过 几个 几个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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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的天啊,我甚至不激烈了 我的概念是… 像明星那种妖不可及的那种 我走的是一般 但我觉得是因为我忽悉的选择 因为它是不同的我生 它是不同的我 它是不同的我 我选择因为 这是什么也是接受的 我让我忽悉的 这是什么我受到我 受到的 我就会把我生而置于 因为这是什么我真的相信 我走到那里 near 它的一个人 没觉得很好的 因为我认为了一个人 因为我认为了我的 AiSE 我认为了一个人 和其他人 越來越 meno 每天我通通通通通通訣 sana 昨天 foi一 dias 我照樣了通通 reports 我 refused to go to the average door 不過媽媽收了我到 front 上盯着 这个 Guru 了 我尽量表现你ea 其实比较旋软的感觉 会比较很基本的 这是很大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感觉 我只是希望更多年轻人 有些原理的感觉 会比较旋软的感觉 打起来 如果想给我一次机会 走回那一扇门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 很美的扇门 I think I would walk through the beautiful door Maybe I could walk in that door You can Next time I look in the mirror I will see somebody really beautiful looking back at me Beautiful is a great word So why not se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I will see you 到底你是誰? 你其實漂亮不漂亮? 在乎你選擇相信些甚麼? 那個盼望就是有人說 Given another chance I think I would choose beautiful 如果我可以再選多一次 我想我會選美麗 的確這是一個每一天都要做的選擇 或者甚至可以說 是每一分每一秒 我們都在做的選擇 那個盼望就是有人說 I think the beautiful door is completely open for me 我猜上這個美麗的門 是完全為我打開的 不用想 不用想 直接是 由創造世界以先 門已經打開了 只不過是 你會不會選擇 走過去 那個盼望就是 有人說 Beautiful is a great word Why not see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at? 美麗是一個很好的字 美麗是一個很好的字 為何我們不走過去 看看另外一邊有些甚麼呢? Well 你已經知道另外一邊有些甚麼了 你已經知道 門後面是誰在等著你了 那為何我們不選擇 從這道門走過去 進入他的懷抱呢? 弟兄姊妹讓我們低頭 我們同心祈禱 如果你在過去那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無論你相信耶穌也好 你不相信耶穌也好 每一日 你都從同一道門通過去 你其實都不用想便會走過去 可能到門上面寫著 一般 甚至是醜陋 或者是無用 或者是遺棄 或者是缺陷 你每一日 都從同一道門走過去 已經走了很多年 今早早 聖靈給你的邀請 就是選擇 第二道門 這道門是有 創世已先 在你未來到這個世界之前 已經為你預備了 即使是這一刻 這道門都打開著 隨時歡迎你通過去 你甚至知道在這道門的後面 誰在等著你 會不會 就是今早早 你做一個不同的選擇 從這道門那裡走過去 指妹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已經預備好的話 指妹 或者任何一位的女士 你未信耶穌都好 如果你已經預備好的話 我邀請你起床 代表你預備 打算從這道門那裡走過去 指妹 我邀請你起床 在你心裏 跟我一起去祈禱 我批評你 我不會叫你尷尬 我想所有人都合上你的眼睛 我不會讓你走出來 我亦都看不到你是誰 但我想邀請你起床 起床不是你 你不是告訴我 起床這個舉動 是你告訴你自己 給你聽 It's for you It's for you 今早早 今早早有點不同 今早早你要做一個不同的選擇 就是你會從今之後 走另外一道門 如果你跟我一樣 你已經等了很久 你已經期待了要做這個選擇 很久 我邀請你站起來 我邀請你去Fight back 你去Fight back 那把聲音 那把聲音跟你說 不是你 不是你 不是跟你說 現在不是跟你說 你坐在那裡 我邀請你去Fight back 那把聲音 你跟他講 是我 It's talking about me The invitation is for me The invitation is for me And I'm gonna stand up this morning 我要起床 我要起床 我邀請你心裏面跟我一起 去做這個託告 那套告真是說 天父爸爸 過去這麼多年 我一直 我擁許別人定義我是誰 我擁許這個世界為我設立了很多的標準 我擁許周圍的文化去塑造我 但天父今早早我要做一個不同的決定 我決定從今之後 我只會容許你去定義我是誰 只有你才可以告訴我我有沒有價值 我漂亮不漂亮 我值不值得給別人愛 而天父你已經說了 就是從創立世界以先 你已經愛我 你在我來到這個世界之前 就已經揀選了我 你一早預定了我要得到一個身份 這個身份就是你的寶貝女兒 我仍然邀請你起立 姐妹如果這一刻你仍然有個感動的時候 我再做多一次這個祈禱 我仍然邀請你起立 現在起床都還未遲 你知道我會怎樣為你求 我邀請你起立 我們做這個祈禱 天父今早早我們做一個不同的決定 我決定只會容許你定義我是誰 只有你才有資格 說我有沒有價值 我漂亮不漂亮 我值不值得被愛 天父你已經說了 就是從創立世界以先 你已經愛我 在我的父母還未將我誕生來這個世界之前 你已經揀選了我 你已經一早預備了給我一個身份 身份就是你的寶貝女兒 天父我是永遠屬於你的 天父我是你的女兒 我永遠屬於你 而我知道我能夠從這道門通過去 不是因為我好 我沒有什麼好 是因為耶穌很好 是因為耶穌愛我 用祂的生命 和祂的補血 換取我的生命 從今之後 我每一日都要進入這個轉化的過程 每一日我都會更像耶穌 因為真正行狗的美麗 只能夠從耶穌基督的身上找到 耶穌我們讚美你 姊妹 姊妹 這一刻 讓我們 一起 通過這道門 門上面寫著的 是最美麗 最美麗的名字 請第二姊妹起立 是最美麗的名字 要吃 在哪些…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You were the word that the world began One with God the Lord blows high Your hidden glory in creation Now revealed in you are Christ You didn't want heaven without us So Jesus you brought heaven down My sin was greater My sin was greater Your love was greater What could separate us now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Nothing compares to 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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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my King What a beautiful name it i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name of Jesus One more time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Nothing can stand against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What a powerful name it is The name of Jesus The name of Jesus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their life is not changed How we lif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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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ged 在那里散发出去 而这份美丽是吸引 吸引外面很多 很depressed的人 没有盼望的人 每一天都选 丑陋那里门走过去的人 是我们的美丽 要散发去这个城市中间 是我们反映耶稣的美丽 将要改变这个城市 我们赞给耶稣的名 因为耶稣的名是无所 不能多谢你 耶稣基督